未來要鼓勵樂工 擁港站出來面對樂族求婚 新八次樂工教為十月婚開啟 跟樂工成親 不動樂工行為宅館 怎麼會補助 讓樂工在宅館期間 可以不用煩惱成話 前幾天也通過第一件的補助 生親案 這是一間企業的工會理事長 因為參加工會活動 讓老闆試圖囉 想讓經過樂工教協調失敗 現在理事長向樂委會拿去 不動樂工行為的宅館 因為以後失敗了之後就沒收力 所以新八次樂工 管理基金新宅協助開啟後 決定要補助五萬塊的歷史費用 也依照基本工資來補助 五個月的生活費 總共是補助十四萬三千九百塊 這也是目前樂工地 不動樂工在國基幹 抵抵生活補助的第一例